12月31日训,杨幂在《中天公所新域》中饰演穿越到清朝的骆秦川。 有场戏宫女替她打扮,显她发质太干,出于护发美意, 便把整颗鸡蛋直接砸在她头上,连抗拒的机会都没有。 她笑说,我也是拍戏时才知道古代人的智慧, 这种方式很天然,说不定长期使用效果很好,很有趣。 提及独家养身秘书,她指出红枣汤、鸡爪汤、 红豆配白豆包的养生粥,都是她最爱的食不法宝, 还会配合季节饮用不同成分的养生茶, 夏天拍戏则会准备霍香正气水。 至于体态上,她每天都会用双手按摩胸部, 洗澡时用冷水对着胸部下方往上冲, 刺激肌肤神经让其坚挺丰满,不致下垂。 嗯,那么快看一些peredあと用预算仓都已经合大了。 嗯,那么会对合戏迟性就干了。 这个友谈ates都应该在表面里用好 sig换嘛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